众所周知,在奥特曼的世界中,究极奥代表着其中的最强水平 普通的怪兽见了究极奥,基本上就可以当场写遗书交代后事了 可大家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吗?究极奥之间的实力都是怎样的呢? 它们又该处在什么样的梯队呢?今天就跟着阿泽的视角来看看吧 前排敌事,本期视频几位阿泽的主观看法,大家同意了就行了,切无当真 首先,T0,毫无疑问外加慕庸质疑,能坐上这个梯队的只有我们的神秘四奥 毫无夸张的说,无论版本怎么更迭,赛季如何更新,神秘四奥都是绝对的天花板人物 只要他们四个一出场,基本就是宣判封顶的存在了 你要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拿战绩说话啊 目前,神秘四奥还未尝一败,并且每次出手几乎都是碾压式的胜利 甚至不可一世的小金人,再见到神秘四奥之一的雷杰多,也只有慌忙跑路的份 这其中唯一能做到不被秒杀的也只有传奇海怕结盾一人 不过传奇海怕结盾毕竟只有一只啊,而且也已经被赛家击杀 现阶段唯一有可能和神秘四有一战之地的,也就是尚未出场的小金王啦 不过这也只是可能,真要对上神秘四的任何意味的话,小金王大概率也是得记的啊 T0.5,闪耀敌家,令家 这个梯队目前只有闪迪和令家入选 属于是在四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闪迪作为纠集违信的代表 战力自然是极其恐怖的存在,所参与的两场战斗几乎都是以碾压的实力取得胜利 毫不夸张的说啊,虽然闪迪目前处在一个半封号的状态 但是只要有机会回归,那么待遇基本上就是神四级别的 你想啊,这么一个纠集违信的传物在二十多年后迎来回归 总不可能是让他出来挨打的吧 所以说啊,只要闪迪回归那必然是碾压局 如果说闪迪是纠集违信的代表 那么同体队的令家则是纠集违伍的代表 你能想象吗?11个身经百战的新生代战士 才能融合成站在新生代之巅的令家奥特曼 咱不说别的,光是数据的暴力叠加就足够碾压99.9%的反派了 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也切实如此 看看格里姆德和古阿大帝 哪个不是威正四方的顶级反派 结果碰上的令家,一个个就跟杨伟了一样惨遭令家的随意拿跌 所以说,碰上的上面的这些奥特曼 各位反派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挑个好地方,然后躺着等死就行了 第一,纠集光辉赛罗,当之无愧的版本答案 四大神棍很少炮头露面 闪天和令家的登场条件又极为苛刻 在这种情况下,纠光赛罗扛起了纠集奥的大旗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版本第一人 纠光赛罗是由赛罗的另外两大纠集形态 纠集赛罗和光辉赛罗叠合在而来的 在暴力叠加数据的同时 实力还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理论上可以使用两种形态的全部技能并加以强化 但美容不足的是 早期的纠光形态能量消耗过大 再加上主动跳进小金人的纳拉克空间作战 双重debuff的加值下 才使得在与小金人的首战中惨遭败北 但在后期叠加野性形态后 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没有了续航困扰的赛罗火力全开 成为了银格系列中 第一个能完全压制小金人的角色 而纵关于小金人交手的中毒奥特曼中 尚未有一人的将其压制 所以纠光赛罗位列T1梯队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T1.5光辉赛罗 凤凰梦 无限梦 真理特 这个T队的纠结 虽然不如上面提到的几位那么bug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方豪强了 即使在面对一些强力反派时 做不到秒杀 但一番搏斗之后 也几乎都能取得胜利 光辉赛罗不必多说 光是一手逆转失控的能力 就足以让其无限卡bug作战 此外光辉赛罗还是赛罗众多形态中 唯一一个没有吃过别的形态 啥 你说揪光形态不是手战就吃鞭了吗 拜托 揪光赛罗吃的鞭 关我光辉赛罗什么事 凤凰梦和无限梦 作为孟比优斯的两大究极形态 一个代表违心 一个代表违物 点满buff的同时实力更是长脑没边 凤凰形态下 孟比优斯和老大哥左飞联手 将奥特异族的大敌安培拉星人彻底击败 无限形态下 孟比优斯更是举用一招 便将究极超重 欣萨乌鲁斯击杀 银格三中反场时实力依旧不减 当年 紧紧启发平A 就将大量的阿布索里特杂兵斩杀殆尽 相比起上面几位来说 真理特的表现就略微有点拉款了 面对一个梅加洛吉尔 尚且不能做到完全压制 最后还得动用微信的力量 才能将其击败 但考虑到他对标的是闪敌的形态 或许如果再登场的话 也几乎不可能吃鳖 因此排在T1.5还是没啥问题的 T2 格罗布 泰加三中四的利姆 纠集赛罗 超级泰罗 上面提到的纠集奥除了纠光赛罗外 还没有明确的吃鳖记录 但从T2之后的奥特曼开始 吃鳖开始变得家常变饭了起来 尤其T2T队的五个奥特曼 几乎各有各的尴尬 格罗布虽然是新人代中 唯一的三人合体奥 整体表现也算是可圈可脸 出登场时便重创了拓雷基亚 但在一年之后的泰加剧场版中 为了给新人代最强的令加铺路 格罗布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惨遭格里姆德的吊打 最终沦为了令加的融合素材 纠集赛罗是赛罗借用诺亚给的 外挂解锁的第一个纠集形态 起初可以用排面十足来形容 出登场便将电弧贝利亚击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形态的闭格可谓是一将再将 从刚开始的谁也打不过 变成了谁也打不过 以至于后来赛罗根本不用这个形态作战 只是将其当作穿越时空的工具 超泰的尴尬之处 显然就是跟不上版本了 成人在昭和时期 超泰确实是奥王之下的二号人物 但如今已经是纠集奥满天飞的令和时代了 你超泰打个骤达兄弟都蓄成那B样了 碰上更强的反派 怕是也难有一战之力 相比之下 泰加森充斯利姆的表现 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银格中更是接连击杀了 杰特和百特杏仁两元大将 算是T2T队中表现最好的一位了 T2.5至T3 银河维克利 X贝塔火花 杰德尊皇 超线赛罗 罗布奥特曼 泽塔德尔塔天爪 德凯强劲型 这些奥特曼的情话都当差不差 要么是TV最终形态 要么就是剧场版最终形态 表现方面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基本都是TV过后 就很少再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操作了 这个T队中 阿泽得点名批评一下 迎合维克利和超线赛罗 一个是开启了 JG2平凡吃鞭的星河 另一个则是被打打击败了 说出去 多少有点丢JG2的脸啊 最后T10086 欧布三位一体 没什么好说的 新生代最拉垮的JG2形态 没有之一 刚登场就惨遭暴打 后续还得靠着赛文回归 加上银河维克利·艾克斯 四位前辈的帮助 才勉强通过剧场版的副本 后续在欧布格斗中 三位一体更是排面全无 被刘波特斯一个波就打回常态 表现完全被后来的 挚友形态碾压 说他是最拉垮的JG2 想必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吧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在你心中 JG2的梯队应该是怎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